主料,面粉100克,辅量,油,盐,葱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面粉加水揉成比较软的面团,醒10分钟,葱切成葱花,撒点盐,沙软,备用,面团粘薄面压扁,擀成长条形面片,均匀的抹上油,葱花,卷起来,卷得紧一点,再卷成圆饼,压扁, 改成薄饼,虾瓶顶锅小火煎,煎至两面金黄色即可,烹饪技巧,注意火候,不要煎过了,也可以用电饼车或者电饭锅,不用一煎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